所以今天呢我想花多一点时间 专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Landlord Credit Bureau 这个网站这个服务 对我们房东有多么的重要 我是租客在我决定租客之前 我就跟他讲 我是用这个服务的 我会把这网站给他 让他自己来决定 要不要再继续申请 要不要继续跟我签约 这个服务是不需要租客同意的 不需要他authorize的 但是我会跟租客告他 我用这个服务 我这样就刷掉了那些 想要钻空子的租客 我是这个目的 咱们是为了筛选目的 我在Edmonton这个房子呢 有四个租客 他们四个人 我在选他们的之前 我就跟他们讲了 我是用这个Landlord Credit Bureau服务的 就是9月1号入住 入住之后 我马上就在网站上 登记了他们的信息 然后呢他会给租客写这么一封信 Landlord Credit Bureau 只要我们注册了租客的信息的时候 他在每个月的月底 他就会给租客写一封信 提醒他交租的这封信 那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讲 多讲一点这个服务啊 在我的那个出租房经验交流群里面 最近呢出现了很多很多房东 第一遇到不好的租客 赖租的租客 包括是擅自转租的租客 碰到这些问题 他们去要到法庭去驱逐 因为协议解除租约 他是不同意的 如果你碰到租吧 或者说他在租你房子的时候 他已经心里打好了思想准备 就是要钻空子的 就是要给你找茬 就是要不交租金的 你是没有办法用协议 跟他解除租约的 好 这些房东呢 是因为没有办法 跟租客协议解除了 只能走法律程序 那面临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你要等到至少两个月 可能要三个月 才能够去仲裁 才能够给你booking这个appointment 通常这段时间 租客是不会老老实实 再给你交租的 那么你就有面临两三个月的 交租金的损失对吧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们有一些人是胜诉了 但是他们就存在一个问题 我胜诉了 他应该赔偿我的租金 和其他的损失 这个钱我到哪去拿到 有些时候租客已经都跑掉了 根本就没影了 你根本拿不回来这个钱 你只有上小额法庭 或者是请律师 大部分人不会走这个路子 对吧 小额法庭你可能等一年都不一定 而且那钱能不能拿回来 首先他如果是没有钱的人 你也拿不回来钱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个Landlord Credit Bureau这个服务 在这点上就是非常非常好 没交租金 或者是RTB审判出来的这个钱 报告在这个Landlord Credit Bureau 他们就会把这个金额 放到这个信用报告里面 这个对他是最大的威胁 他的信用报告里有这个记录 他在去申请任何的Credit服务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申请掉的时候 可能才对他有威胁 这个服务可以帮你来追讨 可以给他一个制约 而且花很少的钱 去使用这个服务 总之大家知道了 这个服务对我们房东 是非常非常好的 如果是你这个租客 现在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的 那么你可以现在就跟租客讲 你说呢 我现在呢 有朋友给我介绍 Landlord Credit Bureau这个服务 那我打算把我所有的 出租房的租客 都放在这个system里面 这个system对你是完全是免费的 然后呢 你跟他讲 我只是需要你个人的信息 我放在里面 什么信息呢 你可以注册呢 只要你需要租客的名字 租客的生日要有 一般的sign number 就是我们的公卡号 通常不愿意 人家不愿意给 这是optional的 和他的email的地址 email地址 因为他们要通过email 跟他联系的 群里面还有一些房东说 哎呀 我这租客逃了 跑了 我怎么办 那逃了以后 你肯定没有他住租记址了 然后如果你也连email地址都没有 那你真的就没办法了 联系不上了 所以大家这个三个星期一定要有 只要这个三个星期有 大家可以把任何的租客 都放到这个系统里面 好吧 你们自己去先注册 免费注册 免费先使用一下 那么对于以后 或者你们现在正在找的租客 那我就强烈建议你们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话的这种方式 跟他去讲 然后可以把这网站给他看一下 他自己看的时候 他就决定了 他自己知道我是好的租客 我不怕这个 我的报告放里面 在哪一步的时候 跟租客说 比较好 是吧 在哪一步 他感兴趣你的房子 因为他如果不感兴趣 我们的房子 没有用的 比如说我自己 我在Paul River 去见到我这个租客 查过他的那个背景调查了 我觉得我可以租给他了 这个时候 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的租客 我都要用 Lenor Credit Bill这个服务 那么如果他没有问题 大家就继续 你叫Deposit 就是收定金之前 决定租他之前